為了要配合月燈港營設 監製庫公司在過年之前 就在聖二樓兩邊 雄近的農地 整了很多花草 包括有向日葵、波斯菊 還有白日草 前前的面接 大概是2點5公斤 目前已經流暑在開花 攝水相當的水 我們從八四五都西信義路 這邊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佈置了一個花海 那主要種了三種的花 一個就是向日葵 然後波斯菊 還有一個叫做百花草 就是大概種了三種 那百花草的部分呢 又有五種顏色 所以是開花起來就會很好看 然後目前波斯菊已經在開花了 攝水公司表示 這次的花海要做 最好是希望讓UK來到攝水 若是設定著吃美食 又可以有一個素食的地方 來相會協商 未來公司會做好環境的維吼 也好民眾不可以破海花草 這才是黑白等分色 我們的百日草的部分呢 大概種了1.4公頃 然後在向日葵的部分 大概種了0.9公頃 然後波斯菊的部分 大概種了0.2公頃 那主要是在我們 在修耕轉做的這個期間 然後這主業是農業局 市政府這邊農業局 來幫我們做了一個補助 大概有23萬多的一個經費 讓我們來做這個花海的一個種植 然後未來後續我們還會做好 維護管理的工作 讓這個花海呢 也會開得很漂亮 讓大家來拍照 來遊玩的也很盡興 鹹水工作進一步表時 這次火海會期的配合到頂著 以及汽燒到幾月幾十八號 歡迎親百個機會來到鹹水 稍微看頂十八 南天新聞往日第一 鹹水彩虹不到